回家吃饭 请假如你坐下 咱们说什么自信话 二位在北京打拼的时间 家一块比我年纪差不多 阿姨笑回答了一切 到院了工资到手了 我感觉到还能挣钱 还行吧 挣筷子都缠死了 哎呀 装了 挺好 今天家里来了两位新朋友 因为不论是我们的大厨 还是我们的达人 对于我们家里来说 都是头一回来 按照我们家的规矩 咱们先让新人来做个自我介绍 大厨您好 您贵姓 您好 我姓李 我叫李光瑞 来自河南开放 您主要料理的是什么菜系呢 玉菜 河南菜 对 那就热烈的掌声 咱们欢迎欢迎李大厨好不好 阿姨您怎么称呼啊 您笑着说 我叫马月兰 您也是河南人 对呀 我是河南竹马店 阿姨这名字就带有点艺术的气息 阿姨您会唱河南的 比如说河洛大谷啊 玉剧之类的 您会唱吗 我给你哼两句吧 哎 行 我就等这句呢 阿姨 那我们就信公听 请家母你坐下 咱们说说自信话 请家母咱都坐下 咱们随便的来一来 老嫂子你到我家 唱唱上狗的大习惯 好 你看阿姨这鱼亮 虾唱 那是虾唱的 成了太 好嘞啊 确实你看地道 河南人唱出这个玉剧啊 它那个味道 用河南话讲就是得劲了 我问问你 李师傅您会唱吗 真不会 我喜欢听 您站在您的角度 马阿姨刚才这两下子行吗 专业 专业是吧 河南的玉剧啊 很好听 但今天咱主要是做饭啊 一位是我们资深的 御菜的特级大厨 另外一位呢 是我们民间的马阿姨 戏唱的好 我相信这戏跟这菜都不会太差 今天马阿姨呢 您先露一小手 您打算跟我们坐在这个市场 我给大家做一个闷面吧 闷面 我先问问您 您做什么工作呀 我在这做报约 就是搞卫生的阿姨 是吧 哦 宝洁 您做这工作多少年了 做十余年了吧 辛苦不辛苦 还行吧 所以马阿姨其实呢 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 爱说爱笑 爱唱欲句的劳动者 我们的李大厨 您从事厨师行业多少年 二十五年了 那都是两个非常普通的劳动者 今天呢 我们劳动最光荣 我们请两位光荣的劳动者在这 也秀秀自己的拿手 我的小饭小菜 阿姨这个闷面是吧 您边做咱们边聊 转我成 转 五花肉我先给它切成切 这闷面在咱们河南御菜里面算是一个比较主要的这个 对它是一个家常的东西 放点生抽 像山西的闷面和咱们这个河南的闷面这个差异在哪呢 山西闷面 最后要放陈醋 有那个醋香味 我们做出来的河南闷面呢 就是这种咸酱味的 就不放错 对 所以就是多加了一个山西人爱吃的这个口感 那我估计东北人应该也不放错 还得放点大酱 你别说这阿姨这手就是快 咱聊天的功夫你看全备好了 热面一般都爱放点豆角 对 放点豆角 放点柿子椒 彩椒是为了它好看的 对 而且看这个意思这个营养很丰富 对 柿子椒 豆角 还有这些配菜之类的 开始炒吧 开始弄吧 大料 您来北京多少年了 我来北京十一年了 您来北京的时候年纪也不老小了 四十多了呗 四十多了干嘛还出来当宝洁 在家种种地 唱成戏服挺好的 家里孩子多 在家地也少 您想出来多挣一点 就是出来打工为了多赚点钱 对 干宝洁累不累 比做饭可累多了 对 这是很累的体力劳动 那您怎么还那么高兴 那我我就坚持不下去了 你看 阿姨用笑回答了一切 现在是一炒香的过程是吗 对 阿姨没事 您一边炒的时候 一边您可以说 到大伙该干嘛了 葱姜蒜 给它煸一下 煸香以后 把五花肉放进 炒肉片 嗯炒肉片 大嫂 就是这个蒙面 是用生面条 还是用这个熟面条 因为生面条 生面条 对 那不就是煮吗 不煮 炒菜以后的汤汁 嗯 多次加进去 嗯 我们河南做分面是用这样的 哦 等于呢 它跟那个汤面呀 和这煮面条都有区别 对对对 我们在翻面座 要把这个面条 两面给煎黄了 哦 最后它把这个汤汁 吸进去以后 吃着有那种焦焦的感觉 明白了 把这个放进去 把这个放进去 嗯 放一点黑木耳 放木耳 您要几个小孩啊 两个儿子 一个姑娘 嗯 现在您当上奶奶和姥姥了吗 当上了 都当上了 嗯 那就回家吧 还当什么保洁 就看孩子去呗 哎 孩子早都说不让干了 我感觉到干了还挺开心的 现在趁着还能干 再干两年 哈哈 您跟我说的 您干保洁 有什么可开心的 到院了 工资到手了 哎呦 我感觉到还能挣钱 站着活也不是太那么累 还行吧 我说 我本来呢 认为阿姨会 把这个话题 升华的特别好 那阿姨实时代的生气 能挣个钱 这个还是挺好的 哈哈哈哈 把汤给盛出来 为什么要盛出来 那焖面得用水啊 不就干锅了 这一会儿汤有点多 等一会儿再往里面 放一点 再往回放 对 现在就是 把面条放进去 好了 门上几分钟 您这个做保洁 是上公司里边做去 是上人家里做去 就是协子楼里面的公司 给人家服务 那地上班有意思吗 也有高兴的时候 也有不高兴的时候 你干保洁 有的人眼高瞧不起的 怎么说的 为难您干这干这个 对呀 好的也有 真的我也感觉到我挺自豪的干住这个保洁也可有意思 也见过了很多的人和事 对对对 比如说您去过哪个大公司当保洁 我们的楼里面那个大公司都是北京市公约设计 您等于来北京十一年就一直在这儿 我估计您跟那儿都打成一片了都认识您 对 好多人来了 像新来的同志还在上阿姨这儿来打听事的 您说我应该跟谁好 是吧 对对 您在这儿干十一年 您都不舍得挪官 对呀 为什么 我们的领导好呗 怎么个好法能够举例子呢 比如说 这都成了 我给他翻翻 没一下都可以出过来 可以出过来 好 那您小伙们您给我讲讲 那你怎么好 有一次是08年吧 拆迁 房东也没通知我们 也没地点住 一说就叫搬家 你说没找地点 你说怎么弄 是 哎呀 我们的领导就给我们想法子 给我们找地点了 哎呀 我感觉到这一次 我真的特感动 哎呀 给我们腾房啊 给我们找房啊 这一点 我都感觉到我都忘不了 成了这了 成了 嗯 成了 嘿 聊天的功夫 阿姨这闷面都做得了 还挺快 饭也得了 我在最后问阿姨 嗯 有一天有一地儿说 阿姨您上我这干活吧 您在那干那么好 十一年 您肯定特靠谱 我给您涨点钱 您上这来 去不去 真的领导 对我们真这个好 我真的 我舍不得 我来都 所以还得再让阿姨 再干十一年 嗯 焖面上得了 咱们出锅啊 马阿姨今天唱着玉句 倾客之间啊 就做得了这个 我大红盘装的这叫 什么 家常焖面 咱先尝一尝 行吧 嗯 哎您先自己尝 您看好吃不好吃 嗯 种不种 还行吧 你还行 我尝尝 特别 家常 特别香 而且呢 这面里边就像 咱们大厨说的 木耳啊 菜啊 肉啊 什么都有了 还特健康 大厨 挺好 挺谈 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太太乐调一品 喊您回家吃饭 把五花肉切成片 种生抽料酒 腌制一下 把姜豆切成段 柿子椒跟青椒 切成丝 备用 热锅凉油 把大料 葱姜蒜 榨出香味 把腌制好的五香肉 姜豆 柿子椒 黑末 放里面 炒了八成熟以后 加入清水 没过所有的菜 水开之后 把汤盛出来点 然后把面条 均匀地扑到菜上 盖盖 焖上七八分钟 中间发现 锅里的汤 有些干了 都把盛出来的汤汁 撒在上面 看面条快熟的时候 把菜给面 混合到一起 然后盖盖 再焖上一两分钟 就可以出锅 谢谢吧 阿姨 您这面我先晾了 有点烫 一会儿给他们分着吃 行吗 因为咱们接下来的时间 边说边笑边热闹 咱得看您的大厨 用着咱老乡 别露一手 您今天要带来这个啥菜 你知道洛阳水席吗 你知道洛阳水席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真不知道 人家都不知道 我今天做的 就是洛阳水席里面的一道菜 特别家常 叫莲汤肉片 莲汤肉片 对 听着这名字倒是挺通俗一懂的 就是肯定肉片里面 还有汤有水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我们都吃过一种 就是结婚的时候 弄一大盆 一桌一桌一桌 有凉菜有热菜 故意帮人炒菜 叫流水席 这个跟那个有区别吗 那不一样 你们吃那流水席 就是吃完一桌走一桌 您这个 我这个水席 就是所有的菜里面 有汤有水 汤汤水水的 叫水席 那今天咱还真讲了见识 这个洛阳水席 也得有千年的历史了 对 从唐朝开始 你瞧瞧 今天咱们带着这历史的厚重 忠不忠 忠 忠忠义 您看咱都没吃过 咱今天开开眼 让大厨 开开眼 咱也吃回水席 行 行吗 行 来 那您就开始 行 这水席 这肉片 得是用五花肉吗 对 过去他们都是用那种里脊肉 瘦肉好吃 但是它的口感不好 吃到水里有点太老的那种感觉 用这种五花肉 它口感 它滑嫩 所以我现在就是一直选用这种五花肉来做洛阳肉片 这个别名也叫洛阳肉片 对 阿姨 现在那个儿女在北京吗 不在 不在 老伴在了 老伴在了 陪着您 干嘛呀 老伴在这看车 看车 离着您近吗 近 坐离近 那老伴来是为您而来 他先来 他来了以后我才来 就是他来了以后呢 您有点不放心 您就跟来了 是不是 真承认了 真承认了 这蒜也是横着切片 切大片 您大伙瞧瞧 以往咱那小蒜都是那么切 这是切成小月亮 好看 您瞧的是不是 您切的月亮是按照包今天那来的是吧 对 您这是什么 冬笋 这冬笋标准的好多热菜的配菜 对对对 它有那种竹香味 所以做到菜里面 特别香 我也拿点末尔 拿点末尔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给腌一下 叫它入一点底味 然后我们要加鸡蛋 加个鸡蛋 对 我用全蛋 用蛋清 您像拿蛋清抓完肉是什么目的呢 它就是让它滑嫩 肉质肉里面的水分把它包裹进去 不让它流失 这样口感会更饱满一点 然后给点干回来 就为了就跟那炸这肉似的 对 它加上这种粉浆 它就里面水分不会流失 它吃起来就不会柴 这个肉片叠的时候 一定要多抓 让它上劲 要不然下锅的时候 它这个糊和这个肉片就脱开了 好了 我们的准备工作差不多了 这就行了 对 马上我们就可以做了 现在这洛阳水席里面 全菜一共有多少道 一共有24道 冷菜是8道 热菜是16 现在都简化了 过去最全的是36道菜 36道菜 对 像您还能做全的36道菜吗 还行 还行 哎呦 那难怪我们这个大厨啊 名不虚传就在于还能保留这个千年的手艺 36道菜 我们先把这个 先焯一下水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肉片呢 传统的呢 是过油 我给它改进了以后 就是用这种碎滑 它这个口感 一个是嫩 一个就是无油 健康 特别适应现在这个人的需求一点 这也是经过您的这改良是吧 对 不断的在提高洛阳水席的这个营养性 还有这个口感 嗯 这个肉片呢 下入锅中以后 这个水刚一开就要老出来 然后啊 就口感就老了 对 油烧热 这个葱姜蒜给炸一下 变香 而且大家要注意我们大厨有一个特别细节 就放了一点点油 对 基本上您看 就这一点的油 够编这个蒜呀葱呀的就行 大厨出来到北京多年了 我在北京17年了 17年 阿姨是11年 洛阳水席的水 这就算有了啊 我们现在把这些都可以放进去 阿姨吃的最顺口的是家乡的菜吧 对 还是就这焖面啥了 对 您呢 平常您做厨师 您肯定吃过的好菜不少 您觉得什么呢最好吃 还是我们的 就老家饭好吃 老家饭好吃 哪也不懂 十多年 二位在北京打拼的时间 加一块比我年纪差不多 一个念念不忘的 还是这种家乡的这种味道 放粉餐的时候一定要顺着一个方向去搅拌 嗯 不然的话它容易还是水是水 嵌是嵌 行了 我们现在需要放醋 嗯 这个醋一定要最后放 为什么最后放 这个醋如果加热以后 它就有一种酸涩的感觉 哦 你现在马上 这个我们马上就可以出锅了 嗯 然后把醋放进去 来点香油 这个菜就成了 这样我们的正宗地道呢 莲汤肉片 莲汤肉片做好了 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太太乐 调味您 喊您回家吃饭 今天我们的大厨给大伙做了 知名的洛阳水席 当中的这叫 莲汤肉片 莲汤肉片 您瞧 还真是行神兼备 连着汤 飘着这肉片 莲汤肉片 今天呢 我们为劳动放歌 您呢 平常的劳动很辛苦 之前呢 务农业很多年 所以您是弟弟到劳动者 这菜给家乡人做 所以您先吃 然后您说说大厨做的咋样 这家乡菜 咱这么多年 五十几年河南人 第一次这个来 咋样 嗯 装 装 真好吃 我先吃看这个 一般人啊 吃肥肉 还真不愿意吃那个白点的肥肉 但是就这莲汤肉片的肥肉 瘦肉肥肉 你也分不出来 它是什么肉 而且经过微变水之后 再浸那味 绝了 真是好吃 把五花肉切成薄大片 加入盐 胡椒粉 料酒 蛋清和淀粉 搅拌上劲 木耳泡阀撕开 冬笋切片和毛豆子一起焯水 水烧开 把肉片放进去 把它划熟 把这个葱姜蒜煸炒出香味 加入开水 把焯好的笋片木耳 毛豆子 还有肉片放进去 加入料酒 胡椒粉 盐 鸡精 用水淀粉勾芡 最后加入醋和香油 出锅 五一节 向劳动者致敬 回家吃饭 特别奉献 为快递小哥 家长阿姨 保洁大姐 送上一道家乡菜 对我们那个小兄弟们做 小兄弟们对你那个手艺满意吗 挺满意 工地 五行美食 尊寿喜爱的一道菜 最顺口的是家乡的菜 对 家常焖面 面面不忘 还是这种家乡那种味道 他有的飞着一飞 我完全吞 就这样捧连续的 这叫嘚子 感觉会吃饭 这是简单版的 还有升级版的 耶 出发 展翅高飞 一位从河南来 在北京打县十一年 一位在四十几岁的时候 本应该都该放下这个家里的事 准备给儿女们看娃的时候 阿姨也来到大城市来闯荡 有句话说特别好 叫吃饱了 你就不想嫁了 但是吃饱了吃啥 也得吃这家乡的味道 所以今儿我们为劳动放歌 也为家乡的味道 稍稍带那么点香肇 下面我一句话都不想说 咱吃着莲汤肉片 吃着阿姨这面条 高兴 行吗 来 冻筷子都 我好好吃吃阿姨这面条 我馋死了 真是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